我们中餐其实是讲究现草现吃的 但去西班牙酒店或者古堡 给几百人做中餐 人家的厨房不可能现草 不现实怎么办 为了准备在五星酒店的网宴 我们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 五百多条北京烤鸭鸭卷 就准备了一上午 二十多年了 我们餐馆一直在接西班牙企业和酒店的邀约 给企业年会做餐 给大型活动做餐 西班牙人很喜欢我们中国风味的美食 我个人觉得要让欧洲人喜欢上中国美食 除了口味要地道 整体呈现也非常重要 现在在中国国内 中国传统美食都在寻求 突破和创新 大家都在探索如何传承中国美食的精髓 如何将中国美食发扬光荡 我最近在西班牙顶级厨师学校 哈佛曼上课 我就发现西班牙厨师 把烹饪当作一项艺术来做 他们对厨师这个职业是非常有自豪感和优越感的 他们思考的不是如何炒一道菜 而是如何呈现一道菜 呈现一道菜就包括了食材的选择 味形的搭配 最后的摆盘和享用的最佳时间 我们厨师都要设计和考虑好 咱们中国菜 尤其是那些功夫菜 其实不输给米其林厨师的呈现 但我们在欧洲 要用欧洲人能懂能接受的方式 去展示和传播我们中国美食 在英德勒公德尼达酒店备餐时 我不是简单的告诉酒店的厨师团队要做什么 我还会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国菜的烹饪逻辑 食用习惯和西班牙人不一样 当我们把这些底层的逻辑讲清楚了 他们就明白了 领悟到了中国美食的精髓 这点非常重要 这才是厨艺和美食文化的交流 美食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也要追寻文化传播的规律 我们两家餐馆在巴塞罗那富人区的君子郎餐厅主打的是亚洲餐风格 但我们市中心的中国花园餐厅主打的是新中餐 因为位置不一样地段不一样面临的消费群体不一样 一定要做适当的调整 我们的高师傅地道的卤菜特二级厨师 我们的周师傅 张师傅 专业的温州菜师傅 他们可以做家乡人喜欢吃的菜 但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们有本事让欧洲人赞叹一句 这道菜好吃 好吃是一道菜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 首先得好吃 满足了口和味才能来谈文化 谈红阳 欧洲人的口味很刁 但我们中国菜师傅可以比他们更刁 我们做苍蝇那么多年 和西班牙厨师 西班牙餐馆打交道那么多年 我们中国菜有足够的底气 征服欧洲人的口味 关键还是看如何呈现 以哪种方式呈现